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许树言 欢迎你来到我今天第八个《圣经神学》的讲座 今天我的题目是叫做《核眼的看见》 今天这个版本是一个纯广东话的版本 另外一个版本是我和欧桃姐妹一起合作的 由我以广东话主讲,欧桃姐妹用普通话翻译 如果大家是希望听普通话的,请你们看这个版本 请听我读出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1到41节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核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核眼的,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还是他的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 趁着百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 我就是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输料者说,就套窄没在地上 用窄没和泥,活在核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里去洗 西罗亚翻译出来就是逢差遣 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他的轮舍和那树上见他,讨饭的,就说 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吗? 有人说,是他 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 他自己说,是我 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怎么开的呢?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他和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 你往西罗亚池去洗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 他们把从前核眼的人带到法利塞人那里 耶稣和来开他眼睛的日子 是安息日 法利塞人也问他是什么看见的 何止对他说 他把泥没在我的眼睛上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法利塞人中有的说 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又有人说 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 他们就起了纷争 他们又对核子说 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 你说他是怎样的人 他说,他是个先知 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核眼 后来能看见的 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 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你们说他生来是核眼的 如今怎能看见了呢? 他父母回答说 他是我们的儿子 生来就核眼 这是我们知道的 至于他如今 怎能看见 我们却不知道 是谁开了他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他已经成不了人 你们问他吧 所以法利塞人第二次叫那从前核眼的人来 对他说 你该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他说 他是个罪人 不是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核的 如今能看了 他们就问他说 他向你作了什么 是怎样开了你的眼睛呢? 他回答说 我方才告诉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要听呢? 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他们就骂他 说 你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神对摩西说 是我们知道的 只是这人 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那人回答说 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真是奇怪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 唯有敬奉神 遵行他旨意的 神才听他 从创世以来 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 视核眼的开眼 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 什么也不能做 他们回答说 你全然生在罪业中 还要教训我们吗? 于是把他赶了出去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 后来而见他就说 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 主呀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 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他说 主呀我信 就拜耶稣 耶稣说 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核了眼 同他们那里的法利赛人听了者话 就说 难道我们也赶了眼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若赶了眼 就没有罪 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今天的经文是比较长的 这段经文是很特别的 正如这个圣经所说 原来整本圣经在旧约和新约里面 只有一次的成绩 是将一个先天失明的人的眼睛开开 现在这个故事就是 约翰福音用了一张很详细的去描述这件事情 这个故事其实是很特别的 除了这个成绩是很大的成绩之外 也可能很多人看完之后就会问一个问题 耶稣基督很多时候医病 是不需要做那么多的行动的 只要耶稣一句说话就可以康复了 所以为什么耶稣要用口水、用堕没、用泥土 然后又要叫这个失明的人去西罗亚池洗眼 因为在第五章的时候 另外一个池叫做不是大池 因为耶稣曾经将一个38年弱腿的病人医好的 那个池出名的是 有天使会把水搞冻的时候 哪个人下去就可以医治 为什么耶稣不是叫他去不是大池 而是去西罗亚池呢? 另外在这个故事里面有提到神迹 也有耶稣的广道 今天我会特别是想去解释神迹 和听到对信心的关系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迹 但是要解释这个故事之前 我们首先也都要在第一章到第八章 是将一些重点抽出来特别介绍 因为这些背景是对我们明白 第九章是很大的帮助 我希望可以解释了背景之后 从这个第九章里面 让我们看到三重的意义 就是这个的神迹 对这个核眼人的意义 对当时挑战耶稣的 法利塞人的犹太人的意义 以及今天世界的人 包括你和我的意义 我们首先看看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约翰福音》是 是仕途约翰在大约八十多九十岁的时候写出来 当时耶稣升天差不多已经是六十年了 他是经过六十年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沉淀 圣灵感动他将最重要的 有关耶稣基督的圣经的一些重要概念 是在《约翰福音》里写出来的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道 这个真理 耶稣基督这个真理是成了欲生理 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里说的道,这个真理 是跟上帝一起 也是上帝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道理 跟我们一般其他的宗教 或者哲学所说的道理是不同的 这个道理就是真理 而真理就是活生生的上帝 上帝就是真理的本体 所以当上帝表达自己的信息 表达出来的时候 就是真理 所以耶稣基督的说话 的内容就是绝对真理 因为他就是真理的本体 而这里亚汉介绍给我们知道 原来耶稣基督就是太初的真理 他是与上帝同在 他也是上帝 而在上帝里面有生命 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 约翰福音用很多 一些标志性的 象征性的说话 去形容这个真理 就是用光去形容 这个真理好像光一样 照在黑暗当中 而黑暗是不能胜过光的 而耶稣就是这个真理 这个绝对的真理 就是普世人的真光 而全世界都是藉着他所做 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 也不接受他 但是凡是接受他 和信他命的人 这些人会有 这些人会给到的权利 成为神的儿女 有神的生命 约翰和耶稣基督 相处了三年半 所以他说到这个真理 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满有恩典和真理 他经过了六十年 还是很激情的去形容他见过的 摸过的 一起住过吃过饭的耶稣基督 他见过耶稣基督的荣光 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 只有在怀里的独生子 就是耶稣基督 将上帝显现出来 这个就是约翰福音 第一章头十五节 也是很重要的 将耶稣基督的本质 介绍给全世界的人知道 到第二章开始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他三年半的使命 做了很多行神职 和广道的活动 我们留意到 他经常做神职和广道 但是他每次做神职广道 那些人对他的信的反应 是很不同的 我们首先看一看 第二章 当他做了第一个神职 就是在加拿的婚宴里 把水变走之后 就是他第一次的神职 接着耶稣基督 做了很多神职 很多人看见神职 就信了他的命 但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 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所存的 这里很特别就是说 很多人看了神职 就所谓相信耶稣 但是耶稣对这些所谓 体现神职而信的 是很有负面的 所以耶稣基督 不将他交托给人 今天我会希望 藉着几段的故事 解释耶稣基督 什么时候对人 信他是正面 什么时候是负面 其中我们第一段看到 很多人体现神职 才信那些 耶稣对这些信 是传于负面的 不是正面的 如果我们再看到第三章 尼哥底母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 如果不是由神而来 是做不到这些神迹的 所以尼哥底母先看到神迹 但是耶稣基督 没有花时间去解释他的神迹 而是转向和他轮道 解释人一定要重生 藉着水和圣灵所生 才可以见到天国 然后也解释神爱世人 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而形容耶稣基督 就是光 但是这个世界是不爱光 倒开黑暗 而只有行真理的人 才愿意接近光 所以耶稣基督 跟尼哥底母轮道 解释真理 去到第四章也有讲到的事情 就是耶稣基督北上去到加利利 去到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时候 同向这个井旁的妇人传道 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听完耶稣讲道之后 更加告诉其他周围的人 很多人就去听耶稣讲道 接着圣经记载 因着耶稣的话 信他的人就更多了 这些人信是听了道 听了真理而信 耶稣的反应是正面的 看完神迹而信 耶稣的反应是负面 但是听完道而信 就是正面的 接着就是伊士大神的神迹 但是耶稣基督又跟他们说 你们若看不见神迹 总是不肯信 所以耶稣基督对很多人 要看完神迹才信是负面的 我会再解释 神迹的广道和信心的关系 究竟为什么要用神迹 如果对神迹而信 不是正面的 为什么耶稣要做神迹呢 我会再详细去解释 我们去到第五章的时候 就有一件很大件的事情发生 第五章是一个转捏点 就是经过第五章之后 犹太人是想杀耶稣的 当时就是在一个不是大池 耶稣医好了一个 骑腿38年的人 这次耶稣医他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做 叫他起床 他就起床 但是医他的时候是在安息日 因为犹太人觉得耶稣违反了安息日 所以就想杀耶稣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要杀一个人 因为圣经道跟我们说 魔鬼就是说謊言和杀人之父 所以如果一个人是想杀耶稣 其实他所敬拜的 就不是上帝是魔鬼 为什么这些法律座人 觉得耶稣基督是破坏了安息日 因为在他们的传统上 他们加了很多的礼仪 很多的规条是说 怎样去守安息日 但是其实他们是误解了安息日的意义 如果我们看回《创世纪》二章一到二节 那里是这样说的 他说千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神造物之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协了他一切的功 在这里说上帝停了不做工作 是什么功呢? 是创造之功 是造物之功 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用六日 创造了整个宇宙 要创造的工作已经连了 所以他在第七日安息 安息就是休息的意思 但是不表示神是不再作功 所以耶稣基督说 我父作功直到现在我也作功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安息日上帝不再作功 这个不再作功是指创造之功 因为创造已经完成了 不需要再继续创造 而上帝仍然是作功 因为他要维持这些创造原则的规律 例如说万有引力 当上帝创造这个物理现象 有万有引力 或者我们叫地心吸力 那上帝仍然是维持着这个物理的现象 这个不是再创造 而是创造了的规律 现在上帝仍然是作功 维持着他所创造的规律 所以犹太人不明白上帝安息日的意义 他们自己加了很多人的条文 就说耶稣基督犯了安息日 另外他们想杀耶稣 是因为耶稣称上帝为父 把自己与上帝当作平等 其实约翰福音第一章 仕途约翰已经说得很清楚 耶稣基督是上帝 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的上帝当中 圣子都是上帝 所以耶稣基督很多时候 会将自己与上帝同等 因为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 但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而犹太人就杀了他 去到第六章 耶稣基督再做很多神迹 他将五千人吃饱 然后在海上行走 这些神迹其实很重要 因为五千人吃饱 和海面行走 其实是代表在出埃及的时候 摩西大人、大以色列人出埃及去到抗野 是要经过红海 所以耶稣在海面行走 是预表摩西过红海的时候 那个上帝 耶稣基督就是在海面行走 将五千人吃饱 是代表生命的粮 因为在沙漠的时候 上帝天降、玛拿给食物 所以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 和给食物几千人吃饱 这两个神迹 是表示在旧约里面 摩西所提及的上帝给他们的拯救 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的拯救 接着去到第七章开始 继续提到由撒人想杀耶稣 所以耶稣就离开了圣殿 当时提到一个重要的节 叫住棚节 平时我们可能没有留意住棚节的意思 我今天想特别和大家解释住棚节 因为原来第九章 耶稣基督做这个神迹 要这个核眼的人去西罗亚池 那里洗眼睛 和住棚节的意义是有关系的 到第八章 耶稣基督更加直接说我是世界的光 负责认识我 祂将自己与上帝是同等 更加重要的是 祂说了三次是我是 我是是什么呢? 祂说你们若不信 原文就是我是 中文圣经又加上意义 就是我是基督 就是我是救主 英文就是I am 这个I am就是当在旧约里面 摩西问上帝 如果那些以色列人跟我说 你是什么名字 我怎么回答 上帝就说 I am who I am 所以I am这个字 是上帝的自称 在耶稣基督 在第八章里面提到 你们从下头来的 我是从上头来的 这个说话很重要 耶稣基督是宣告 我们是在这个地下生出来 但是上帝耶稣基督 是在上头上边下来的 是在天上边下来的 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耶稣基督不是 接着他说 你们若不信我是 即是你们若不信我是这个上帝 必要死在罪中 接着他说 你们举起人子以后 必知道我是 就知道我就是这个上帝 当时耶稣讲道的时候 有很多人信他的 所以耶稣讲道 那些人信这个是正面的 那去到第五十六章到五十六节到五十九节 五十八节 耶稣基督更加直接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阿伯拉罕出生之前 我是 我已经存在原本的意思 英文就是I am 所以英文的译本就是 Truly truly I say to you Before Abraham was born I am I am就是上帝的自称 和合本就是我已经存在了 但实际上耶稣基督是用I am 就是我就是上帝的那个称号 因为耶稣基督自称是上帝的时候 那些人就用石头打他 这里开始转到第九章 我们今天要解释的经文 耶稣基督被人用石头想打的时候 他不是害怕荒 他离开之后 他仍然是很有怜悯的心 这里开始第九章跟我们说 他是遇到一个核眼的人 我将第九章分开六段去解释 第一段是一到第七节 我想大家留意第一句 耶稣基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人生来是核眼的 这句说话的结构很重要 耶稣基督是看到一个人 而形容词就是生来是核眼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形容一个人 形容词是一个人之词 例如一个江头的男人 我们会先用江头去形容这个男人 一个有钱人 我们会先用有钱人 有钱去形容这个词 才形容这个人 但是耶稣基督不是 耶稣基督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人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外在或内在的缺陷 对这个人来说 他生来就是核眼的 对一些人包括我们来说 可能一生来就是喜欢说谎的 可能是贪心的 可能是喜欢说行话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或外在的缺陷 但无论我们是怎样堕落都好 在耶稣基督眼中都是一个重要的人 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罪人去死 希望拯救罪人 所以对我们留意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看原文的希列文 译出来的时候 他在这里也就是I saw a man 才有一个形容词在这里 所以其他英文译本 都是耶稣基督见到一个人 反而和合本就译得对的 看见一个人生来是黑眼的 但是新译本 这里也就没那么好 他就将那个形容词摆在这个人名之前 那我们应该是跟和合本译比较适合些 好了,我们看完这句之后 接着门徒就问一个问题 因为他说拉比 拉比就是老师 例如是问耶稣 就是叫耶稣做老师 他说这个人生来黑眼 究竟是他犯罪 还是他父母犯罪呢 似乎这些门徒都未看得熟 约百计 因为如果他明白约百计的时候 就知道有一些例子 就是当人受到痛苦的时候 是跟他们自己或其他人是没有关系的 我之前有过的神学讲座 是讲《从苦难中得智慧》 我就提过这个解释 当时我就用一个图表去解释 就是在约百记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 约百将他对上帝的认识 告诉我们 约百虽然是三四千年的人物 但是他对上帝的认识 比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更加准确 他第一次没有了一日之内 没有了十个儿女和所有财产的时候 他说我赤身露体而来 赤身露体而去 想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是耶和华 到他第二次受到肉身直接的打击的时候 他的太太叫他就座上帝然后去死 他回答就是说这个上帝是可以赐福 也可以赐和的 这两个答案超越了很多人对上帝的认识 因为一般的人去庙拜神 都是求赏赐求祝福 但是约百在三四千年前 已经认知到真正掌权的上帝 是有绝对主权的 他可以赏赐可以收取 可以赐福可以赐和 这个上帝的作为不在乎人的喜好 因为上帝有绝对的主权 不是由我们理性可以限制上帝做事 所以今天来说很多人不明白 他们去拜神就是求赐求赐福 这些态度包括很多去教会的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魔鬼在天上跟上帝谈话 就是挑战上帝 其实魔鬼就是在嘲笑人 他跟上帝说 上帝这些人对你这么好 因为你给了很多好处 如果你不给好处他们 这些人就会骤你 所以魔鬼今天一样是在嘲笑很多去教会的人 因为很多去教会的人 只是希望上帝赐福 没有想过上帝是可以收取和赐和给困难我们的 就算上帝给困难我们 也是有上帝的意思在背后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了解 就是希望只是求赐福 耶稣就回答 其实这个人的失明 跟他自己和他父母都没有关系 而真正的原因就是 上帝要他在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 耶稣基督说了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会很难接受 如果你是这个人 你头过一身 就是你盲眼、开眼、被医好之前 是失明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上帝在你身上要彰显他的作为 有很多人会问 何必偏偏选择我呢? 这些痛苦 我们稍后再看看 这个人很特别 一点都没有怨上帝 因为后来上帝给他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令他认识到这个创造的真神 在《百计》里我解释过 痛苦难的来源 至少有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自然灾害 当一些自然灾害令到有人或者物件受到损失 我们觉得会有苦难 第二个可能就是因果论 如果有人犯罪或者做错误 令到自己或者其他人受苦 这个是人为的 但是圣经道给我们看到 还有第三个可能性 就是在灵界上发生的这些事 我们是不知道的 因为上帝没有将所有的事跟我们说 圣经道提到 隐蔽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 所以唯一我们要明白的就是 有时我们受苦未必是跟人有关 而是上帝可能给一些困难 我们去考验去建立我们 所以我们要学得 我们的智慧是有限 要谦卑地去信靠我们的上帝 第二个要解释的就是有关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用 涛末就是口水和泥混在一起去 去医这个人 其实他是用这些身体的排泄物 在旧约的宗教礼仪上 是当为不洁净的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很奇怪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我们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不洁净的宗教礼仪 是给一些敬拜上帝的人 这些要求不应用在上帝本身 举个例子 耶稣基督的血是可以洗净我们的罪 完全不是不洁净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补血 才能洗净我们的罪 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里面 曾经两次用口水 在第七章和第八章 两次用口水 可以用象征式去医一个盲的龙的人 一个龙和牙的人和一个盲的人 所以耶稣基督的医治的能力 是在乎上帝不是在乎方法 所以耶稣基督可以用血洗净人 用泥土创造人 也可以用怯末去医治人 所以用什么方法医治不在乎不重要 但是这次来说他是特别的 做这件事是有意义在背后 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下 为什么要这个人去西罗亚池洗净眼 西罗亚池是什么来的呢 在希西家王的时候 他做了一条饮水道 将基训河的水流入耶路撒冷 有一个储水池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 西罗亚在旧约里面慢慢的先知 形容西罗亚的时候 西罗亚的池水是代表了上帝的供应和管治 有几次是以色列人拒绝西罗亚的水 去形容他们拒绝上帝 所以拒绝西罗亚 就是拒绝奉神差显尼的人的意思 如果我们看回这个模型 这个图是一个现在建立的模型 就是耶稣基督当时的耶路撒冷 上面这里就是圣殿 圣殿我们看到这里 西罗亚池就是在这个蓝色框固住这个位置 在1907年考古学的时候 然后就找出这个词 大家要留意 原来耶稣基督用灯末和泥 放在盲人的眼睛那里 叫他下去洗 都是一条很长很困难的路程 你看到这些石盒 如果他要下去洗的时候 一个失明的人 是需要慢慢慢慢地走这条路 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其实耶稣基督要他去 特别要用泥和口水 抹他的眼睛 要他来到这个池那里洗的时候 对这个盲人来说 它的意义是让他可以学习 凭信心、信服神的经历 大家要留意 耶稣基督在圣经中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当他叫拉撒路復活之前 他跟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说过 李若迅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原来是凭信心走先才看到神的荣耀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 是让这个失明的人 凭信心走这条路 落到这些石盒去洗眼 令他可以经历到信心、信服的功课 但是要他去西罗亚池 还有第二个属灵意义 如果我们看回祝鹏节的意思 刚才我提到祝鹏节和西罗亚池是有直接的关系 祝鹏节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日之一 是月月节、五旬节之后 第三个最重要的节日 祝鹏节是一个星期的节日 他是纪念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抗野流浪的时候 上帝给他们的信实供应水和食物 保守和供应 所以祝鹏节就像感恩节一样 他们是感谢上帝给他们每一年的修成 慶祝祝鹏节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犹太人会将一些烛光围绕圣殿的城墙 穿着这些光是代表他们将来的救主 会是世界的光 即是说这个的救主不单是犹太人的王 亦是世界的光 另外第二个特色就是祭司 会在西罗亚池拿一些水 然后放在圣殿祭坛旁边的一个银盘里面 就是祈求上帝 就是好像感谢上帝给他们有雨水耕作一样 这个水亦是预表上帝会刺下圣灵 因为在《约义书》里提到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敲冠 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可以说预言 年老的要做儿梦 少年的要见预像 所以这个水 从西罗亚池的水是代表将来的圣灵的降临 所以一般来说 在旧约里面一提到西罗亚池的水 是代表上帝的供应、管教和保守 同一个意思 当你拒绝西罗亚池的水 就是表示你拒绝上帝的管教、保守和供应 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 37节就提到这个节期末日 就是最后一日 就是这个住棚节的最后一日 耶稣基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祂说人若学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信我的人 从他们的福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这个活水的江河指将来要受圣灵 圣灵就是这个活水 永远在他们里面给他们有生命 去到第八章 耶稣基督再一次强调 祂就是这个世界的光 所以你看到 这个西罗亚池的住棚节 两个特色就是世界的光 就是尼塞亚 就是耶稣基督的宣告 西罗亚池的水代表圣灵 任何人去到耶稣那里 就会有圣灵 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圣灵就会在你生命里面流出活水 永远都不会再喝 这个是指灵性上得到满足 而祂是世界的光 跟从祂会得着生命的光 祂会永远属于神的生命 所以在旧约里面提到 你们厌弃西罗亚的水 就是代表你们拒绝上帝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 特别叫这个人去西罗亚池 对那些犹太人来说 他们就会明白耶稣提到的 这件事就是那些人当年拒绝上帝的管教 当时是形容他们 厌弃了西罗亚的水 所以今天他们拒绝耶稣 也是同一个意义 耶稣基督就是叫这个人去西罗亚池 洗脊硬就是这个意思 而西罗亚是奉差遣的意思 我们继续看了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九章 我们更清晰看到耶稣基督 用西罗亚池在旧约里面的意义 因为拒绝接受我 如这个神说 拒绝接受我就是上帝 就是好像拒绝西罗亚池的水 温柔的照顾 接着他就提到 你们当尊万军之耀华为胜 当敬畏他、畏惧他 他必作人的圣锁 你要作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半脚石 和使人跌倒的盆石 原来提到西罗亚池的水的时候 除了拒绝西罗亚池的水 就是拒绝上帝之外 也提到会有一个半脚石 这个上帝会变成人的半脚石 变成许多人会被叛到的半脚石 为什么呢? 因为当人拒绝这个上帝来到 他看不到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 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他过不了这一关 耶稣基督就会变成他们的半脚石 再看下去 以色列和犹太人继续看下去 由西罗亚池水一直说起 说到将来在黑暗中会有一个大的光 耶稣基督宣称他就是这个光 就是世界的光 人必被光照亮 接着这个光有什么特别呢? 必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诞生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有一个婴孩要刺给我们 他必统治我们 他必称为奇妙的策士 全能的上帝 永存的父和平的君 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就知道 旧约这段经文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降势 所以耶稣基督引用西罗池水的意义 就是告诉犹太人 当年你们拒绝上帝 今天你们也是在拒绝耶稣基督 其实耶稣基督 我自己亲自去逐过 由第三章数到第八章 只是计耶稣基督自己的宣告 原来耶稣基督说了至少二十三次 他是父神差距离的 所以他用第三章十七节 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 用差字 差这个字 saint 就是西罗亚的意思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原来我们说了二十三次 去到第九章之前 所以犹太人说 我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 其实不是他们不知道 耶稣基督说了至少二十三次 但是他们是听闻不闻 所以这里有十次 下一页有十三次 加上至少有二十三次 都是耶稣基督亲口的宣告 耶稣基督是父差距离的救主 好了,第二段 到耶稣医好了这个人之后 这个人可以看到眼睛的时候 那些邻居就看到以前在买饭吃的人 他说这个不是以前买饭的那个人 有些就说是,有些就说不是,是似而已 然后他自己就说是我,就是我 他们就问他,你的眼睛怎么开的呢? 这个以前失明的人就回答 那名叫耶稣的人,和了一些泥,没在我的眼上 叫我去西罗池洗一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他想回耶稣基督所行的,在他身上的事 他第一个认知就是记得这个人 他还是一个人,叫耶稣 那接着呢,故事再发展下去 那些人带他到法利赛人面前 法利赛人去查问这个人 第一,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医的人又是安息日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想在第五章 因为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医病 他们就想杀耶稣 这次他又看到耶稣也是在安息日医病 但是这个神迹太大了 所以去到法利赛人当中 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个意见就是 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从那神那里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所以抹杀了他从神而来的可能性 但是也有一小数人就说 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 他们就起了纷争 我想大家留意 看完神迹 其实神迹的功用 就是让人去思想 这个人是否从神而来 如果不就不是叫神迹 所以原来神迹的作用 就是让人去思想 这个做神迹的人是否从神而来 有这个作用 但是这个作用也是到此为止 所以到这个从前失明的人 他再想一想 是否从神而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 接着他就回答他说 他是个先知 即是他已经确认了耶稣基督 是因为他从神而来 所以他叫他先知 所以他开始认识 他叫耶稣基督 开始对耶稣基督更加的领悟 就是他行到这个神迹 他一定从神而来 所以他叫他先知 但是犹太人仍然不相信 想否认这个神迹 所以他就叫这个 从前失明的人的父母来到 但是这对父母也说 这个是我的儿子 他生来就是核眼的了 所以犹太人就不可以 在他父母里找到这些证据 去敌对耶稣基督 但是他们已经立了一个定论 一个底线 就是无论谁承认耶稣基督 耶稣是基督 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 无论谁承认耶稣是救主 就要把这些人赶出会堂 我们再看下去 这些法利错人 第二次叫这个从前核眼的人来 接着他们就跟这个人说 你应该将荣耀给上帝 不是给耶稣 是给上帝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罪人 他们已经定了一个底线 耶稣基督是一个罪人 因为他违反了安息日 但是刚才我已经解释过 他们是误解了安息日 安息日不是说所有事情都不做 因为上帝都在做工 上帝只是没有做创造的工 因为创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但是这个失灵的人就说我只知道一件事 本来我是盲的 现在开眼看到了 只是你们不听 那些人就罵这个人 就说你才是他的门徒 我们是摩西的门徒 但是他们回答一个很特别的回答 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大家留意 这些法利塞人 他们是见到这个神迹 但是他们是视而不见 所以他们否定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 他说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从哪里来 刚才我做了一个研究 原来耶稣基督已经有23次跟他们说 我是奉差遣而来的 是上天父差遣我们的救主 所以不是耶稣没有跟他们说 但是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 是因为他们听而不问 所以他们视而不见 见到神迹 听到耶稣基督的讲道 他们听而不问 这个就是法利塞人的问题 然后这个从前申明的人说 那就奇怪了 耶稣基督开我的眼睛 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他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的祈求 只听那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人 这句话大家听一听 可能有个心里说可能说错了 这里说神不听罪人的祈求 耶稣基督不是曾经说过一个秘语 就是两个人的祈求 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顺利和法利塞人的祈求》 我用蓝色是代表法利塞人 红色是代表顺利 这些法利塞人的祈求就说 神啊我感谢你 我又不是好像隔离这个人 那么不易做些不好的事 更加不像这个顺利 我又禁食又捐十分之一 而这个顺利 离远都不敢 天都不敢看 随着胸就说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这个故事不是说给我们听 上帝听罪人的讨告吗? 大家请留意再看下去 我告诉你们 耶稣基督说 自己人就是这个顺利 这个认罪的罪人 回家去 被那人 这个法利塞人 倒算为疑 原来 在神眼中 一个真心悔改的罪人 会被上帝清疑 恩信正疑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上帝 在听这个疑人 讨告 这个顺利 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罪人 所以在神的眼中 就是疑人 因为耶稣基督的补血 已经为这个认罪悔改的人 付了代价 在上帝眼中 他已经是一个疑人 所以这个从前失明的人 他说的说话是对的 神是不听罪人的祈求 因为刚才我解释的 耶稣基督说的那个庇喻 这个顺利 是已经认罪悔改的罪人 所以在上帝眼中 他的罪已经得到射灭 他是已经清疑的人 这个人也说的很重要 他说 只听那敬畏 祈求 上帝祈求是听那些敬畏神 遵行他旨意的人 这个说话很重要 为什么呢? 原来我们祈求是有什么目的呢? 不是要改变上帝的手 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 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祈祷不是要改变上帝的手 我们祈祷是要敬畏神 了解上帝的心意 希望上帝的旨意成就 所以我们行的是上帝的旨意 不是自己的旨意 不是要上帝做我想做的心意 我们祈求是要敬畏上帝的心 了解上帝想做的事 我们祈求上帝的旨意成就 而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 所以他看回这件事 这麽大的神迹 他又看到 耶稣基督一定是从神那里来 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 就不能作神魔 所以我们重复再看到 神迹的作用 就是让人看到 这个做神迹的人 是从上帝而来 这个就是那个功能 但这个功能也停止在这里 接着我们看到 那些法利错人就赶了这个人出教会 这个从前核眼的人 他对上帝的认知 他对耶稣基督的认知 其实是好像尼哥底母一样 尼哥底母就是看到耶稣基督的神迹 他知道如果不是上帝同在 没有人可能这样做 所以耶稣基督做神迹 是让人知道 他是从神那里来 更加重要 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停在神迹那里 因为他不喜欢那些人 因为信 因为看到神迹而信 所以每次耶稣基督做完神迹 一定会有真理 一定会讲真理 所以对尼哥底母来说 神迹是吸引了尼哥底母 知道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 有神的同在 但是耶稣基督更加重要 耶稣基督没有回答他 那些神迹怎样做 对人有什么好处 不是说那些 耶稣是将真理说出来 和他论道 他说人若不从生 就不能见上帝的觉 然后一直说 你不是从水和圣灵生 你就不会进入天国 然后就是出名的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那段重要的真理 是说出来的 同样 耶稣基督做完神迹 和尼哥底母说真理 他对从前生灵的人一样 这个神迹让从前生灵的人知道耶稣基督是神那里来的 然后耶稣就将这个真理揭露出来 耶稣只听到他被人赶走之后 就要见到他 就问他 你信神的儿子吗 这个就是真理的显然 耶稣基督是绝对的真理 他将这个真理提示出来 给这个从前生灵的人知道 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说 先生谁是神的儿子 保让我相信他 耶稣就将这个真理揭露出来 就是说 你已经见过他 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个就是真理 神迹不够的 耶稣基督要赶上真理 然后这个人 主啊我信 就向他下拜 这句话 你看到这个生灵的人 是对耶稣基督的认知 由他是一个人叫做耶稣 接着他是一个先知 接着他明白他是由上帝而来的 接着耶稣启示真理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而他接受这个真理 他信这个真理 接着就向他下拜 你留意到一个失明的人 虽然他前半生是失明受很多苦 他开眼之前 是在不知情况之下 为耶稣基督受苦 他开眼之后 因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被赶出会堂 在知情之下 为耶稣基督受苦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 很伟大的一个人物 耶稣基督就将整个总原则去说出来 我来到这个世上 为了审判 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 能看见的反而成了核难的 这是圣经的反合性 反合性就是平时我们认为正常的相反 叫做反合性 耶稣基督是让一些灵性死了的人 开眼 但是不觉得自己灵性死了的人 以为自己死的人 反而灵性上是核眼 就是这个意思 我再去解释耶稣基督用神迹 以及用讲道的效能 我就会用回现在的图表 这个图表我以前是在讯心的时候 曾经用过 我想说就是 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 将人放在创造的最高峰 所以人的理性是所有被造之物最高的 我们的智慧是高过任何其他的生物 而由人可以教其他的动物 做一些动物本身没有能力做到的事 由一个高层的智慧向低层的智慧 启示的智识 我们叫做启示 例如我可以教一只狗做一些不懂的动作 一些人的骑马可以教到一些马会跳舞 这就是上一层的智慧向下一层智慧的教导 就是启示 所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上帝的智慧是无限的 如果人不懂得开放自己的理性 他只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如果要想上帝 他想到的只是一个假神或者偶像 永远看不到上帝 但是当人开放心灵的时候 让上帝的说话 入到他心里面的时候 人的理性就可以向超理性的范围扩大 因为上帝提示给我们一些人的理性 了解不到的事 上帝可以教导我们 我以下的图表再解释 耶稣基督用神迹和讲道 就是帮助我们从人有限的理性里面 带出来看到这些做神迹的人 是从上帝而来的 这是超理性的部分 人的理性本身不能领悟 要是靠上帝的启示 但是只是神迹不够 因为很多假神都可以做神迹 当摩西变法老王的时候 摩西可以将木杖变成一条蛇 而法老王的术士也可以同时做到神迹 这些像魔术那样的神迹 所以只见到神迹是不够的 最重要的是听道 所以耶稣基督从来不会做神迹就不讲道 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是他讲道 耶稣基督做神迹是让人知道他是从上帝而来 但是他的讲道 就让人知道神的真理 就是这部分 所以我们看看图表 一个人好像从前生命的人 他听到耶稣基督的真理 耶稣基督的真理就是世上的光 他见到耶稣做神迹 这个神迹 只可以让他知道耶稣基督从神而来 这个经历 尼哥底母见到耶稣基督的神迹 就知道耶稣基督从神而来 但是这个可以是先知 可以是神的儿子 我们不知道 所以要靠耶稣基督说的道 神的道 神的道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从神而来 耶稣基督啟示 祂就是神的儿子 祂就是唯一的救主 圣经道的原则 信心是从听道而来的 罗马斯说到信心是从所听的道而来 而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而来 所以我们看到神迹 只是吸引我们知道 做神迹的人是从神而来 但是听神的道 耶稣基督的道 我们才知道祂就是唯一的救主 祂就是神的儿子 我们知道祂是唯一的救主 祂来拯救我们 祂的真光让我们看到人的内心的黑暗 我们愿意神去认罪 去悔改上帝这个光 是次生命的光 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听道 听道而信的是正面的 看神迹而信的是负面的 耶稣基督不认同这些信 对于巴黎错人来说 他们见到耶稣基督的神迹 但是他们视而不见 他听到耶稣基督的道 耶稣基督说了很多次 23次说我是被猜显而来的 是父神猜显而来的 他们听而不问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他见到那么多的神迹 他说这是罪人 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是唯一的救主 所以当他不信的时候 就像二塞亚书说 这个救主 他不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就变成他们的半脚石 他们就因为耶稣基督而跌倒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光照在人的内心里面有两个结局 这个结局就是人听到不相信 认罪悔改 第二个结局就是人不要光 情愿要黑暗 拒绝光 所以光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照亮人的黑暗 让人悔改 第二个功能 那些人是去拒绝光 情愿要黑暗 那我们在最后看 看这两个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这个 一出世失明的人 一步一步的去认识上帝 而他又看到神的作为 他知道耶稣是医他 先以为耶稣是一个人 更加慢慢地知道 他是从神而来的先知 从神而来的 接着他相信耶稣基督的道 耶稣基督提示给他知道 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他接受这个真理 他听道而信 他就敬拜耶稣 而法利塞人 他看到神迹 但事而不见 是定耶稣有罪 耶稣基督说了23次 他是被猜拟的 甚至他叫这个失明的人去西罗阿茨洗眼 就是告诉犹太人 你记得西罗阿茨 就是记得你们当年拒绝 神的保守、供应 今天你拒绝我 也是一样 你拒绝神的保守和供应 所以变了最后两个结局 那些看不见的神是令他灵性开眼 那我们其实整个19章的故事 是一个强帝对人救恩的缩影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一出生的时候 已经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我们犯罪 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才是罪人 而是我们因为有罪性而犯罪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有罪性的人 所以我们一出生 灵性上就是死亡 我们灵性的眼睛是猛的 我们对上帝的说话是没有反应的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 耶稣基督主动的去接触 这个先天生命的人 就是好像今天耶稣基督主动的去接触我们 今天每一个听到这个道的人 耶稣基督都是主动去接触你们 耶稣基督这些真理 好像光一样照在我们内心 在我们黑暗的内心里面 看到这个光明 我们可以有两个反应 一个反应就是 好像这个先天生命的人一样 行信心 信服 去回应上帝的呼召 他去西罗亚池洗眼 这个西罗亚池的水 是代表圣灵 一个看到耶稣基督的真理亮光的人 知道自己有罪 愿意悔改 圣灵又施洗 好像耶稣基督和尼哥底母说 圣灵可以让我们重生 将我们的灵魂苏醒 我们的灵眼 开翻看到神的真实 我们思想会改变 生命会改变 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去跟从耶稣基督 而这个生命的光 是会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 这个就是整个故事 就是好像我们得救的人的缩影 也好像我们不得救的人的缩影 因为当人看到这个光 上帝是给我们有自由意志 可以拒绝这个光 上帝没有逼我们接受它 但是上帝是很清楚地跟我们说 这个光可以叫熟灵死亡的人 灵魂苏醒 你有谦卑的心 你看到你自己黑暗 你愿意回归圣结公义的上帝 上帝会给你永远的生命 但是你也可以用你的自由意志 拒绝上帝 将来会去一个地方 是没有上帝的地方 死亡的地方 所以上帝仍然都是尊重你的决定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讯息 是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是很欢迎大家在网上留言 我会把这个广告放在我的YouTube 找Ron Heu YouTube 就会看到 你可以在这个广告下面留言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会将来在网上解答 多谢大家